早在西安事变后 国共两党就开始商谈联合抗日 蒋介石答应不再交工 中共则同意取消红军翻号 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 但在改编后的红军指挥权 及人数等关键问题上 双方始终没有谈拢 1937年7月7日 蒋介石又邀中共代表 博谷、林博曲、周恩来 上庐山谈判 当晚北平爆发了 卢沟桥事变 第二天 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 致电蒋介石 红军将士 贤院在委员长领导之下 为国效命与敌周旋 以他保卫国土之目的 破解陈词 不胜平盈待命 1937年8月9日 蒋介石邀请朱德、周恩来、叶剑英、 赴南京参加最高国防会议 双方再次谈判 八路军改编后 下辖三个市共四万余人 划归阎西山指挥的第二战区序列 1937年8月22日 八路军走出陕北 东渡黄河 进入山西 山西省下县七家河乡七泉村的村民 杨胜青后来回忆 山西的国共两党合作组织了西蒙会 西蒙会就到了村里边 首先演抗日剧 如《放下你的鞭子》 再一个就是教唱歌 有五月的鲜花 有义勇军进行曲 小孩子也就跟着唱 后来我们模仿他们 自己也组织在村里边演剧 人们的思想很快就活跃起来了 村里边组织了清救会 副救会 儿童团等各种抗日组织 山西王延西山 对八路军进入山西的心态是复杂的 延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 后参加辛亥革命 长期占据山西 在他的苦心经营下 山西当时社会稳定 经济繁荣 他深得人心 阎西山形容他与蒋介石 中共和日本人的关系是 在三个鸡蛋上跳舞 踩破哪个都不行 八路军东渡黄河前 毛泽东曾派1290副市长徐向前 随周恩来先行去谈判 阎西山很重相情 山西有句俗话 说得舞台话就有扬刀垮 徐向前的老家永安村与阎西山的河边村 仅一和之隔 徐向前在回忆路中记述 阎西山正在部署大同会战 见我们到来满面春风热烈欢迎 他对周恩来半开玩笑说 周公来山西也真会选人才呀 把我们舞台同乡 又是我的学生徐向前带来 与我会见谈判了 可不要带徐向前来挖我的墙角啊 徐向前与周恩来与阎西山九连共和首土抗战 达成共识 解决了八路军入境后的作战地域 军饷与装备补充等事宜 1937年9月19日 时奉中秋佳节 山西突降大雪 燕门关 宁武关及平行关一带 白茫茫一片 民间层传 三关代孝乃步祥之兆 果然日军在攻占大同浑远后 分两路扑向燕门关和平行关 太原会战 由此展开 太原会战当时事关中国抗战全局 如日军拿下山西 南可进攻华中 与华南日军会合 西可长区直入西北西南 威胁中国抗战后方 日军吊醉精锐之第五师团入境 师团长板员征四郎 曾是阎西山的同学 时阎西山所部包括八路军在内 有三个集团军 他采取了正面堵截的战略 八路军总指挥朱德 对此有不同意见 他认为正面防守是守不住的 八路军出上前线 就领略了日军地空联合作战的威风 115师独立团团长杨成武回忆 独立团分成五十多辆卡车 从原平出发向大营镇寄进 过了戴线之后 破入眼帘的是一片山河破碎 溃兵入朝 百姓离乱的凄惨景象 六架日本军用飞机 分为两匹滴滴地擦着树梢飞过 喷出一阵淡雨 然后朝太原方向飞去 朱德不愿参加延西山的正面防御 将三个师的八路军向日军策后运动 准备打击日军的补给线 1937年9月下旬 日军突袭平行关 延西山命国军刘茂恩部 在平行关正面阻挡 朱德命林彪率领八路军115师 侧击日军 林彪最善伏击站 他以三个主力团 埋伏在通向平行关的公路两侧山地中 9月25日 日军板原师团的自重车队 进入115师伏击圈 八路军枪弹齐发 数百名日军丧命 115师缴获了70多辆军车及大量物资 自身也损失了一个团 但这是中国军队自抗战以来的首场胜利 全国为之振奋 蒋介石也发来和点说 有日一战 尖敌如麻 族政官兵用命 指挥得宜 捷报难来 量身加位 正在石家庄的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 黄少洪描述 在石家庄忽然传来了八路军在平行关大街的好消息 这是抗战以来第一次打了胜仗 当时石家庄的人民群众 以无比兴奋的情绪庆祝这个胜利 竟然在那种时候放弃煙炮了 几乎把战机的空袭都忘记了 第二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 旭范婷这样说 八路军的大街其估价不仅在于双方死亡的惨重 而在于打破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提高我们的士气 而平行关大街的主角 11武士师长林彪 却对日本士兵的拼死顽抗印象深刻 他说 我原来还想多抓些俘虏 拉到太原街上示众 结果一个也没抓到 整个平行关战役 最后中阴日军包抄 中国军队全线撤退而结束 此后 蒋介石调威力皇入境增援 先后发起了新口战役 娘子关防御战和太原保卫战 在新口战役中 朱德协助岩锡山与威力皇 只用八路军的一个营 夜袭扬名补击场 烧回日军军机24架 结束了新口战役中 日军的空中优势 朱德当时曾说 国军在正面战场旅战旅败 但没有一支部队投降 他显然被刺打洞 不久 朱德就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 威力皇还将手中的六个团 交给朱德指挥 这是中共将领第一次指挥国军作战 朱德对日军实施拿手的运动游击战 他将近解释了这种战术 日军以为可以用大的力量来压 将我们压制到黄河拐弯的地方 你往哪里跑 不是下河吃水还干什么 那时候我们八路军 不单是指挥自己的队伍 同时也指挥一部分国军 我们就全部往东边打过来 让你去黄河边 结果他打到黄河 四处一望 一个人也看不见 这时候他才知道已经失败了 同时他不能过河 因为我们在敌人后方 他只有回来 不久朱德率部大胆跃进太行山 完成了对华北华中日军的重大战略威胁 为了让国军将领熟悉游击战打法 朱德还专门让刘伯成打响唐铺伏击战 组组织国军将官官官模 对八路军灵活激动的游击战取得了意外战果 蒋介石感触良心 他在1937年11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 保持战斗力持久抗战 与消耗战斗力维持一点面子两相比较 当以前者为众也 此时各战巨鹰发动游击战 使敌于战领地批于奔命也 1938年6月武汉会战爆发 当时蒋介石投入陆海空110万人 日军也投入了30多万人 双方都竭尽全力 会战从6月达到10月 范围波及湖北 江西 安徽及河南等省份 1938年6月 武汉会战风声正紧 从上海来汉口投亲戚的小学教员姚志鲁 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 在中原大会战的准备声中 武汉密布着恐怖空气 我呢满望到了汉口 或许在生活上有一点希望 如今可悔了 不单舍却你们在外面度那可怜岁月 而且要跟上四姐妹逃难呢 乱石做人简直不是人 这几天这里谣言很大 说要轰炸武汉 管他们 再结不再数 再数最难逃 我便听天由命吧 姚志鲁的信发出去没多久 安徽怀远人徐润田 也随家人从战乱中的老家 逃到汉口 谁想脚跟还没站稳 就遇上了日记轰炸 徐润田回忆 敌机经常从九江机场起飞 袭扰武汉 每日警报数起 搞得军警百姓一日输警 最后敌人竟以大批战斗机 轰炸机轮流不停地空袭武汉 国民党空军也出动了 大批飞机迎击敌机 空战激烈 其实早在武汉会战前 国民政府就已制定了 武汉保卫战的方针 保卫武汉之最重要意义 不仅在保卫武汉城市本身 而在掩护东南及中部人力物力 向西南西北转移 以建立长期抗战基础 当时武汉不仅是南京失陷后 中国的军政中心 也是工业生产中心 抗战后 自上海及沿海前来的工厂 打700余家 分布着汉阳铁厂 玉华沙厂等众多大企业 随着武汉会战打响 国民政府强制这些企业 限期迁往西南大后方 否则一律炸毁 学者徐凯熙 后来在文章中这样描述 野精矿山大多体积庞大 拆迁工人在缺少大型工具的情况下 利用敌机轰炸的间隙 用敲 钻 扛 拉等方法 陆续拆卸汉阳铁厂材料3万吨 重要设备1187件 军政部又将已接管的汉口日商 泰安沙厂的沙钉 两万四千八百枚 部计三百台全部运往重庆 改名军政部防制厂 专门制造军用布匹 据当时报载 只有10.5万人口的宜昌城 已被滚滚而来的难民和远远不断运来的战时物资 城的爆满 各种滞留人员多时竟达三万之重 当时能走辖江的船只只有重庆事业家 卢作福先生的民生轮船公司的22艘轮船 国难当头 卢作福挺身而出 他临时增加了故宫三千多人 征用民间木船八百五十余只 运载轻型物资 他对部下说 这一年我们没做生意 我们上前线去了 我们在前线冲锋 我们在同敌人拼命 日后卢作福这样回忆 工况企业西迁的景象 每晨 以昌总得开出五只 六只 七只轮船 下午总得有几只轮船回来 两岸照耀着下货的灯光 船上照耀着上货的灯光 彻底硬在枪上 按上美术人或数十人一对 抬着沉重的机器 不断地唱歌 脱头往来的汽笛不断地鸣叫 轮船上起重机的牙齿不断地呼号 配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 写出了中国人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 由于日记不间断地对长江轰炸 民生船队每天都有悲壮的故事发生 四十天时间 一百一十六名民生人血洒长江 六十一人受伤致残 十六艘主力轮船涌沉江底 十民生老人李铁仙感叹 这不是一船江水 是刘步进的英雄血量 据战后统计 整个抗战期间 民生公司运送商兵 难民等各类人员 总计一百五十余万 货物一百余万吨 包括近十万吨军事器材和枪炮物资 民生公司延续了战时中国的工业命脉 著名教育家艳阳初说 这是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克尔克大撤退 在中外战争史上这样的撤退只此一例 1938年10月26日 历经四个半月惨烈战斗 中国军队主动弃守武汉 但日本大本营却对武汉会战的结果颇为失望 日军在武汉会战中投入35万兵力 作战经费达30多亿日元 这已是当时日本所能投入的最大力量 武汉会战成了中国抗战的一个转折点 会战后日军在无力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 抗战自此进入相持阶段 国民政府在武汉失守后发表声明称 意识之进退变化 绝不能动摇我抗战之决心 任何城市之得失 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 据在七七事变时 日本黄金储备及纸币发行准备金为13亿5000万日元 到武汉会战后 日军军费支出已高达61亿5000万日元 远超国家的储备量 当时日本国内连学校教练用的武枪都被收回 用于装备扩建军队 日本录像称 外枪中杆 是我过今日的写照 时间一长就维持不住了 日本政府为此不得不调整对华策略 将军事逼降 改为政治右降为主 军事打击为辅 1938年11月3日 武汉会战结束仅一周 日本禁卫内阁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 只要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 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 参加新秩序的建设 我方并不予以拒绝 禁卫声明中说的更换人事组织 就是让蒋介石下台 那么日本相中了谁呢 1939年元旦刚过 国民党军统局天津战长陈公树 与局长戴笠一同飞往越南河内 陈公树尚不知此行的使命 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戴先生和我坐在一排 踏靠窗 我进永道 我心想一路上有的是时间 总可以告诉我一点端倪了吧 可是他始终不开口 我也曾数度引起话题 他仍然哼哼两声不肯多说 陈公树后来才知道 他此行是要组织刺杀王精卫 王精卫是位国民党副总裁 他早年追随孙中山 曾因刺杀满清摄政王仔丰而入狱 他的引刀成一块 不负少年头的豪情 激励了当时无数的青年 918事变后 汪一度积极主战 日后汪伟政权要远陈公博这样回忆 汪先生在民国21年 上海128之役是主张抵抗的 在民国22年 长城古北口之役是主张抵抗的 那时候汪先生总以为 中国只有抵抗才有办法 可是也因长城古北口之役 促使汪先生所受刺激太深 因我们的军火同敌人的军火距离太远了 我们的官兵看不见敌人 只是受到敌人炮火的威胁 汪先生听了这些报告 以后便慢慢有组合的倾向 1938年武汉会战后 日本积极与汪精卫接触 汪暗中派代表梅思平 高宗武与日本参贸本部支纳科长 迎左侦召等私下购合 达成了所谓中日停战的重光堂协议 那时汪精卫周围聚集了陈公博 周佛海 陶西圣等一批组合的官员 促使他最终与蒋介石分道扬镳 1938年12月19日 汪带上老婆陈碧君 秘书曾仲明 及周佛海等人从重庆进昆明 逃到越南河内 陈公博回忆 在河内住了几天 禁卫声明已发出 汪先生起草一个答复 是即所谓宴殿 汪精卫在宴殿中 回应了日本禁卫内阁 关于日中亲善的声明 中国抗战之目的 在求国家生存独立 抗战年语 创举痛身 唐又能以和于正义之和平 结束战争 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 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1939年元旦 江介石召开国民党中央临时会议 宣布开除汪精卫党籍 军统局长戴力派人秘密赴河内除监 军统局天津战长陈公树 曾执行过刺杀罕奸 因汝庚 王克敏等多次除监行动 但陈公树这次失守了 时汪精卫一行 租住越南河内高朗街25、27号相连的小楼 王夫妇与大女儿及女婿住在25号 王的秘书被称作十一孤障的曾仲明 被安排住在27号 陈公树行动那天 刺客们闯入了27号 不将曾仲明当成王精卫 对其房间扫射 王精卫的女婿回忆 我们所有人都手无寸铁 刺客来去未受阻挡 25号和27号中间平常常开着的门 哪也幸亏关上了 不然刺客往这边看一眼 我们就全完了 这次刺杀行动 王精卫的秘书曾仲明身亡 其妻方毕军身中四强 侥幸身还 王精卫则毫发未损 从此与蒋介石彻底决裂 1938年武汉会战后 中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日本飞机频繁轰炸中国陪都重庆 企图摧毁中国人的抗战意志 但重庆的抗战生活一如既往的火热 陕北延安成为另一个抗战中心 左翼的知识青年们 前赴后继辗转来到这里 那里有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国吗 请继续关注满江红抗战珍稀影像全记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